随着今年第14号台风参数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局在10日凌晨5点30分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而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3岸巡队也针对东部海岸的区域官浪尤其民众实施劝离及安全维护的工作,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海巡人员正在劝离游客远离海岸线避免发生危险,今年第14号台风参数持续逼近台湾,中央气象局已在10日凌晨5点30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台东沿海地区有强震风及长浪发生,台东宪的府也已发出禁制公告,第13岸巡队将持续针对海岸及港口等区域实施管制工作,避免民众进入危险范围。 中央气象局于今日发布台风警报,东部沿海地区受台风外围环流及地形影响,将有强震风及长浪发生,且因应台东县政府发布禁限制公告,海巡署第13岸巡队将与辖区内警政、消防等单位密切配合,并派出人员于东部海岸人群一关浪之区域,加强对民众实施柔性劝导工作,以保障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在此也呼吁民众,未来两天将可能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请民众做好防台准备,并不要随意靠近海边及山区等危险场域,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记得陈志玲,台东综合报道。